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謝威寶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我們可以看到 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 中國東南部是普遍晴朗的 而在維港鏡頭看出去今天天色都不錯的 正正因為這樣 今天下午多處地區的最高氣溫 普遍來說都上升到33度左右的 而我們預計明天會繼續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 天氣都挺熱的 而至於今晚去到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是大致天程和酷熱 聽早上的最低氣溫大約是28度 日間的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是33度 新界再高2、3度 局部地區有驟雨 而至於風方面是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 而我們也可以望遠一點 在衛星雲圖也顯示著 有一個比較深厚的對流雲團 圍處在菲律賓爾東海域 它是和一個低壓區有關的 而這個低壓區會逐漸發展為一個熱帶氣旋 並且逐漸增強 大致移向呂宋一帶 去到下個星期初至中期更加有機會進入南海北部 不過它的路徑仍然存在變數 也有機會移向台灣一帶 所以我們展望 隨後幾天會持續擴熱 大致天晴 但局部地區有驟雨 去到下個星期中期天氣會漸轉不穩定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著天文台最新資訊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說到這裡 下次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